遭到逮捕 北韩媒体在星期二播出了 他声泪俱下当众道歉的画面 而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台北时间的 星期二晚间投票表决 是否对北韩祭出最严厉的制裁 前后两个武装军人压阵 美国维基尼亚大学这名21岁的学生 比尔迪志头来到记者会 他的神情激动声泪俱下 还向上帝频频祈求 只是因为他1月10来北韩旅游 偷了饭店房间里的一张政治标语 上面写着大韩人民热爱共产主义 因此遭到逮捕 美国政府发出警告 现在最好别去北韩旅游 因为别的饭店拿来的政治标语 放进包包时 正好是北韩试射飞弹的敏感时机 金正恩当时就宣布 如果美国和南韩等敌人 有点小动作 就要立刻采取战斗行动 时隔不到两个月 北韩就有超过150万人 起愿入伍和返回军队 据说金正恩还特别写信感谢 一位联合国安理会将表决 对北韩实施有史以来 最严厉的联合制裁措施 再度为北韩情势投下一颗震撼弹 记者 红一会 林杰